乖乖,救你哦,救你 3号 超 我来示范一下这个三支标准 它主要的构成,总要就是基本有一个,这个叫做踏板 这这个踏板的目的呢,是要把这个套锁弹起来以后呢 让动物的脚呢,能够奉得比较高 套的比較高是很重要 套的比較高它都跑不掉啊 今天如果套高它只要靠前面腳趾跑 它很容易可以針脫跑掉 這是套版 然後再來會有一個鋼索 這個有一條鋼索 就是剛剛所謂的4mm的不鏽鋼腳趾 然後這個很重要 這個叫做蓄壓彈簧 這個彈簧加壓之後呢 會讓套到腳的位置不斷的加壓 透過彈簧的壓力 讓它這個套數越套越緊 越套越緊 所以它要在使用之前 它要先把這個彈簧加壓 後面有一個構件 它會固定起來 所以它必須把彈簧這樣子加壓 你會發現它彈簧越縮越緊 這個東西它會擺在地上 通常都會在野生動物長期過的 我們稱之為獸鏡 就是它常常走的路 或者是斜坡 或者是它必須踏的地方 它當然會先會用偽裝 所以我們如果有時候去收山 我們其實有時候比較難去看到 這個山豬掉就是這樣子 不管是動物或者是人 它根本就是看不到 現在假設用這個當作 是動物的腳好了 這個動作會非常快 它真的速度很快 所以動物根本沒有機會破掉 好 準備好 你看1 2 3 它只要輕輕的踏到 這個踏板就覺得沒有用了 它其實主要是這個 你會看到那個套鎖呢 被彈簧壓住了 所以它套鎖就套得很快 一碰到它一定會驚慌 一定會想要跑 所以它一定會拉 一定會想要拉扯 這個鋼索呢 各位有沒有去抽選 綁過那個矽膠 你綁個一天看看 你這個肉會變怎麼樣 這個鋼索就越拉越緊緊 就像刀子在切你的肉一樣 越拉越緊緊 你看如果 你這樣子拉 你的肌肉 你的肌肉吐司就會慢慢的 被切掉被脫離 但是骨頭比較硬 所以骨頭會留在那裡 即使它很幸運喔 它真的幸運 或者是把自己的腳捆掉喔 即使跑掉了 好啦齁 它即使針撥了 即使針撥了 到最後它跑掉的時候 剩下一隻骨頭在那裡 所以你剛剛看到很多照片 我們為什麼發現很多動物到最後 剩下一隻骨頭在那邊跑 因為它講話針撥 不然它就在那邊脫水 飢渴死掉 這是它跑掉 或者是被獵人放掉 或者是被他殺掉 不一定 所以 這個 這個陷阱 就像命中一樣 說法 大家才有殺害 那是人 就在那邊 他們說 因為有一種 想法 這一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